今次為大家介紹的是S-L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 的Frankie 今次為大家介紹的是Leica SL 雖然這部手機已經推出了一段時間 但我也要介紹一下 因為這部手機實在是很棒的 雖然外形不太有Leica的感覺 但說實際來說這部手機是很實際的 很多時候我們拍片 就算現在拍攝也在用S-L拍攝 因為拍片比較流暢 拍照方面有一個很大的EVF 這個有440萬像 這個顯示器也一樣 440萬像 看起來是看得很好 再配合這個Joystick 放大來對焦 可以放大到10倍 亦不會因為放大了 會不穩定 或者有延避 Lab 這些情況是沒有的 基本上開大光圈 去看的話是沒有問題的 是很順暢的 它幾乎好像在看光學的Wheelfinder一樣 很爽 另外它的按鈕也不多 只有四顆 表面有四顆按鈕 但沒有標示到是甚麼功用 其實這個很簡單 好像這裡有四顆按鈕 其實它沒有寫字 只要你按一按其中一顆 它會開啟到畫面 它會顯示到這是甚麼功能 像這個這樣 上面左手的角 按一下它是Menu 是一個功能 如果保持住的話 就變成ISO 可以左右調校 或者是Touch Screen也可以 下面這個 按一下放大 放大是5倍 如果保持住的話 就變成白平衡 可以設定一些 你常用的白平衡的設定 這邊就是Play 保持住就是選擇Auto Focus 不然我已經允許了這個 下面這裡就是選擇PoFi 因應不同的設定 會設定不同的PoFi 而且這個PoFi 可以選擇和Export 還有一個 就是前面也有一個很棒的按鈕 這個按鈕可以做到 Wide Balance 對白位或者灰卡 可以立刻按鈕 例如現在我試一試 雖然沒有鏡頭 在這裡 這裡 這裡 出了一個黃格 黃格 你選擇一個白位 即灰位 再按下去 就可以檢查當時的環境 檢查平衡 Wide Balance 這個是很好用的 如果你轉換其他 Default等等 都很快在這裡轉動 選擇Auto 這個是非常好的 而且都有Picking功能 只要反差夠大 就可以看到Picking 風值 對焦 也不錯 還有一件事要說一說 如果說拉卡機來說 這部是有雙插卡的 可以插到兩張SD卡 可以是一張錄DNG 一張錄JPAD 有一個好處就是 幫朋友拍照 或者拍什麼時候 可以方便一點 一張DNG 自己拿來撿照 JPAD 直接給朋友 先賭為拜 這樣 是有好處的 或者是兩張一起走 都可以 還有一個就是 用完一張 才是另一張 如果你說拍片需要高速的時候 盡量就第一張卡 就是插一個高速卡 就會比較好一點 還有一件事 它的設計挺好的 一件事 粒電在底部 當你拍這顆按鈕的時候 就會彈出來了 但是 嘩 出不來的 這個就有巧妙了 按一按就行了 就是怕你不小心拍了一顆按鈕 再試一次 它彈出來 摔一摔 才會出來了 進去就直接按就行了 至於這部SL 可以用到什麼鏡頭呢 基本上它可以用到 本身的SL鏡頭 比如說 24-90 16-35 長焦距的 90-280 還有三支定焦 有APO的90mm二光圈 75-2 二光圈 還有一支 五十 1.4 都有一堆的鏡頭可以選擇 至於你說 我不需要那麼重 我想輕一點 也可以選擇 用TL 或者CL 共用的L鏡 那些鏡頭可以輕一點 自動對焦 當然 影像質素 如果要好的話 可能要選擇 SL 這只是賺到自動方面的遷就 那些鏡頭的鏡頭 去到手動鏡 Lyka有很多舊的M鏡 R鏡 其實它們的光鶴都很漂亮 用在這部機器也非常方便 因為它可以放大十倍對焦 所以它對精準度是很強的 那你可以加一些原裝 它有一個Lyka孔的 那就是這個M鏡 可以放到這個SL的相機 以及可以錄到6-bit 如果你說再放R鏡 都可以在一面再加一個 是R-M的接觸器 還有一個是原裝Lyka的孔 那個是可以R鏡 直接放到SL 有一個好處是 它的孔是可以讀到 Warm板裡面的資料 知道你的鏡是甚麼鏡 其實有些環是可以做到近攝 像現在這個 是台灣推出的 雖然不是Lyka 但是因為Lyka沒有出這個 這個環可以做到 就是一個近攝的功能 很多時候 M鏡最近對焦 都要說是0.7米 而要拍近一點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這個可以幫到手了 可以推近一點 是對得近很多的 有時候 對於M鏡來說 是很大的幫助 還有就是 這部機的ISO是由50到50萬 假設你用的話 最可接受範圍 我自己用的話 去到6400都可以 頂了可以用的 至於其他3200會比較好 如果頂了的話 去到6400都是可以接受的 這部機 沒有了低通率的 影像的細緻度也是強了的 我挺喜歡這部機的顏色 各方面的東西 是16bit的DNG 以及8bit的JPG Movie可以拍到4K 如果是說 這個格數 去到120格的時候 可以做到高清的 即是1920x1080 高速同步的閃燈 最高速是 250分之1秒 很簡單 WiFi當然會有 可以用到WiFi 傳送到 無論是Android機 或者是蘋果機 都沒有問題 我現在試一試 用一支 35mm 2.8光圈的小白梅 試一下拍一拍 正常的最近對焦 是怎樣 而用了近攝環之後 又會變成怎樣 現在我看看 都要移到很後效 這個就是正常的距離 正常的距離 再試一下 用了近攝環之後 最近的對焦 嘩 還有 還有 開始清了 在這裡 OK 現在這個就是 用了近攝環之後 的效果 差很遠 差很遠 我想 這麼簡短的介紹 我想你是未必可以領略到 整部機的細節的位置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到尖沙咀的兩間門市 又或者在旺角的門市 都可以 我有同事 或者我親自 跟你介紹一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你給我一個 like 和subscribe 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好